- 東京走的橋 - 東京走的橋 - 東京夜景時選 - 我是鮑勃 - 我是維恩 -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 東京夜景時選 - 特別加入了澀谷的人氣新景點喔 - 第一站來到澀谷的 - Shibuya Scramble 觀景台 - Shibuya Sky - 這邊的門票一張是2000元的日幣 - 那還有指定可以上去的時間段喔 - 這是我目前為止體驗過整個整體的 - 體驗最棒的地方 - 從剛剛上來的那個電梯的動畫 - 然後到它那個整個建築物 - 然後那個光線線條的設計等等 - 超讚的 - 那我的後方呢是六支木 - 可以看到東京天然就在後面的木板 - 這邊除了觀景台之外啊 - 我後方還有燈光秀 - 這就是著名的澀谷十字路口 - 從 Shibuya Sky 往下看的感覺啦 - 這邊跟六本木之丘都一樣 - 屬於室外的展望台 - 但我覺得這邊比六本木之丘 - 再好一點點的地方是 - 它的活動空間比較大 - 大家可以到處走到處拍 - 這個區域它也有提供室外的座位 - 讓大家可以坐著欣賞夜景 - 它這邊角度的角度啊 - 拍下來是最好看的啦 - 參觀燈光秀 應該就都用什麼小心 這是我們以前第一名的掌望 後面那個沒有全霧照起來玻璃的SPA 因為實在太熱了 但是相信來這邊拍照應該是最好看 那如果大家來這邊的話 要自己振作一下排隊的時間 有可能要到30分鐘或是一小時不等 下一站要介紹的是 位在壓上站的天空樹 Skytree 到350公尺展望塔的門票是2100元的日幣 這邊距離高樓林列市區比較有一點距離 所以跟其他展望塔看的風景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個展望塔的高度有350公尺 所以我覺得從這邊這樣看過去 都可以看到一個很像地球的邊邊的感覺 Skytree的上面還有Cafe 所以你看累了可以喝杯飲料休息一下 Touch Panel使用的介面做完還不錯 就可以從這邊點去看到相對應的地方 真的太久 little bit 那這邊也有提供一些座位的區域可以讓你坐著休息 有些座位可以讓你坐著休息 這邊也有提供一些座位的區域可以讓你做著休息 SUNSHINE CITY的SKY CIRCUS 現在要到池袋SUNSHINE CITY的60樓展望台 這種太陽剛下場還有一點點余光的時候 真的最漂亮 這裡的票價是成人1200日幣 我覺得這邊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都會跟各種不同的動漫合作 所以很適合年輕人來看 這邊的特斯拉就是有很多數位的互動設施可以來玩玩看 有興趣的朋友啊 多付一點錢還可以玩VR的遊樂設施 玩風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我的英雄學院展覽喔 這裡是位於賓總頂的World Trade Center Seaside Town觀景台 這邊的票價是大人一張620塊之幣 這裡不斷入選在日本的夜景白選之內 也因為它360度都可以看到的關係 可以禁收整個東京都市的風景喔 這個角度是東橋只有在這邊看 東京鐵塔最棒的位置 World Trade Center這個展望台 因為平常來人比較少 所以能夠在不被干擾的狀況下 好好欣賞夜景 那我的背後呢是台場的彩虹橋的方向 在我後面的方位啊 白天的時候可以看到黃巨 這邊環繞一圈啊 有設很多位置 所以可以坐下來好好欣賞夜景 我們現在來到Ebis的Garden Place 然後要去看 Top of Ebis的Sky Lounge 後面就是38樓的Sky Lounge入口囉 這邊的特斯拉啊 就是它是一個小小的區域 然後大概有四五個像這樣的小隔間 那這邊看出去的話 景色是蠻清楚蠻漂亮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區域 就是它這邊空間也比較小 所以呢可能會比較需要排隊 但是因為它是免費的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 可以在這邊看看 我們這一站來到了六本木之秋 六本木之秋的室內展望台 加上展覽是1800日幣 那如果你要像我們一樣到Sky Deck的話 需要再買500元的門票 首先帶大家到室外展望台看看 我們推薦六本木之秋 這邊還有一個最棒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室外的展望台 所以呢沒有玻璃的反光 可以安心的拍照 我這邊有個小平台啊 然後才能被看過的色骨 非常漂亮 這裡也是拍東京鐵塔的好地方 360度的室外環境 能拍到東京都心的每個角落 那這邊的室內展望台 不定期都會有不一樣的展覽可以看 這次剛好展覽的主題啊 是天空的鐵道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鐵道的模型 帶大家上去東京鐵塔看夜景 Main Deck150公尺的門票是1200日幣 東京鐵塔於2019年9月整修完成 整修後更新了觀景玻璃 不但更乾淨也變得更高更寬 視野更好 我後方啊是六本木 可以看到六本木之秋 然後再遠一點呢是新樹 如果你還沒看過整修後的東京鐵塔 推薦來二刷喔 帶大家上東京都廳看免費的夜景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都廳的南展望台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景色 這邊的特色就是可以進去 可以看到新樹的超高大樓去 然後遠方可以看到skytree 這邊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因為它室內的玻璃 然後還有光線的關係 所以比較會反光 可能拍攝上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盡可能把手機啊 貼在玻璃上比較不容易反光 那這邊還有另外的特色 就是距離東京的市區很近 所以可以順便繞過來看看 另外這邊也有紀念品店 然後還有設置一些簡單的餐點可以用 下一站我們來到會在日本橋的文華東方酒店 38樓的Oriental Lounge 雖然這邊沒有360的環境 還有東京整個樣貌 但可以坐在這邊悠閒享受茶店 可以用 同性質飯店的Lounge Bar 我們還推薦 君越飯店的New York Bar還有Conrad 28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Youtube頻道搜尋 2018版本的東京夜景實選 我們這樣喝兩杯茶 然後吃一盤巧克力的平盤 一個人是3000日幣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西流的Kareta 46樓觀景台 那這一區的特色是 因為它的範圍比較小 有點難的 它是免費 所以大家可以來給你們看看 然後這邊餐地也很多 這邊除了有一般的都市夜景之外 在我的左手邊還可以看到台場的海景 另外這邊搭乘上來的電機是透明的 所以大家在坐上來的時候 要記得留心注意觀看 好看喔 以上就是這次2020的 東京夜景實選啦 我是包婆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我現在看到 Room